你自费坐车赶到现场买门票来支持毛不义的 对对对为了支持毛不义对毛不义 毛不义每一首歌他都喜欢 对 跟我说了很多次 我什么时候来现场可以见毛老师 这个是张哥的安排 我们三个各大名场面 就是我们用自己的丑态 换你一笑 我怎么会因为朋友的丑态而笑 我一会儿我一点都不会乐的 你现在就已经笑了 来吧 哎呀哎呀这谁呀 怎么办我有点想笑 哈哈哈哈 摸腿下 甩头起 下蹲 收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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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哈 是什么 你看看那个转圈 是什么啊 那我现在学一段舞蹈啊 啊 我还行哈 没有那么 我觉得还可以 没有那么可笑 能把你 把你 祝大家 在春天 哈哈 我去哪有晚间 同样 哎哎哎 嘿 嘿 哈哈哈哈 哎呀啊 嘿 有自己 的 哈哈 哈哈 哎 哈哈 路 的 啊 啊 啊 他发到网上了是吗 啊 那组 Vlog 他说啥 哦 不知道 喂 救命啊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说唱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东北人是怎么劝酒的 救命 啊 啊 啊 赶紧来吧 昨天喝了 他行呢这个 也没让你现在演 啊 啊 今天喝完走便走 俺家还有酒 红那白的随便整 花生迷也有 就那个啊 我怎么觉得没有你那个 你那个真厉害 马格纳真真厉害 你讲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好吗 什么 那是哪年呀 19年 你发微博了 我甚至喝了 对啊 发微博了 我第二天醒了 我都傻了 我就是习惯性的看一眼 今天有什么新闻 我就看到我 自己了 然后 全是哈哈哈哈 我连点 看都没看 我就直接把那条删了 你删的卡多好多真估计 哪现在还有啊 然后删了之后 他们给截屏了 都能保随你 录屏 全给录下来了 这毛不过生日 人家们也跟着高兴高兴 嗯 高兴了确实 高兴高兴 高兴了吧 高兴 高兴 好嘞 你们先躺会儿 我给你们包 对 马哥今天为你准备的就是 躺制服务 啊真的啊 嗯 就是你躺着就行 我们也借光 躺一会儿 哇 真好 嗯 嗯 我这躺着显在这边下巴就 测躺吧 你这样 我这咋躺 来演员专业员 我不管啊 那演员没有那个下巴 那咋这样 我就这样 躺点 行 躺点 马哥来一趟真不容易 又得干过 我哪趟来容易了 哎 哎 这是真朋友 哎 第一口给你 哎呀 谢谢啊 哎呀 这不错啊 这螃蟹 是吗 这螃蟹不错 肥啊 嗯 吃蟹腿 蟹腿都扒出来了 不用你们教 真好 马哥 谢谢 马哥 这照顾好了呀 人人巨星过生啊 是不是 还有这敲锣边的 哈哈 哈哈哈哈 让郭商人好幸福 这一期我们整个就是围绕着你 对啊 多了 哈哈哈 快快问问了解我吧 了解你 整个就是围绕着你 哎呀 应该问问你对我们的出印象是什么 出印象帅 这两位都是 我俩啊 呃 我那会帅吗 稍微差点 哈哈哈哈 出印象 我那会二百天你跟我说转 出印象就还是没认识的时候吗 嗯 还是帅 那俩不是网友吗 对一开始 一开始网友 我们张哥是在哪个 你比赛的时候啊 对 去现场 支持一下 支持你去了 云龙是自己自废坐车赶到现场买门票来支持毛不义的 对对对 为了支持毛不义 对 毛不义 毛不义每一首歌他都喜欢 对 跟我说了很多次 我什么时候来现场可以见毛老师 哦 蜜姐不至少也在做评委嘛 我带到后台 拍了个照 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生日 也有 就是最近几年吧 有一年生日我是没有喝酒的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就是那段时间在减肥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全喝酒了 嗯 又非待得非常晚 你是不是已经很想撵走他们了 也不撵走 但是我无法加入到那里边 啊 那明明你过生日 啊 完了 那我更不能给人撵走 我也无法上去睡觉 就是我头一次见到那么多人喝酒 而自己没有喝酒 嗯 录下来了吗 没有 我当时非常非常低落 后来我就每个生日都在喝酒 哈哈 那现在还有什么就 特别害怕失去的东西 嗯 失去的东西 青春 青春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就是在三十岁前的时候 对会 会有有很怕到三十岁 嗯 我三十之前也特别焦虑 你过了之后发现过 其实没什么变化 完全对 没法变化 其实没啥变化 哪怕是过了那一天之后发现就哦 其实也就这样 就我们可能中国人仪式感 是不是会更强一点 比方说现在我爸我妈就催我结婚 这个是肯定的 我三十四三十五了 怎么结啊 我早想啊 谁跟我呀 我想笑笑我的孩子呀 哎呀 我那每个媳妇都说这事 哎是是 你呢 马哥 我 嗯 马哥结婚呢 结婚呢 嗯 没想过 想来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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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刺痛了感觉 就好像把豪西的手都重了一点 刚才那天 我那你就不用给我拔了 哈哈哈哈 我不吃了 嗯 我想啊 我想啊肯定想啊 但是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就先把自己活明白吧 这是最重要的 你会把什么事都想明白再做吗 我不是 是其实通常 身少的啊 我遇到所有事 但这个事也不太好 我第一反应都是抗拒 你也是 哦 我感觉就是我们是一种思维的人 就是第一反应一定是抗拒这个事 他有太多问题了 嗯 这是干不了 对 这个问题就是相当于我录节目 然后也碰到一个 就一时一有的一个前辈 他跟我说 他说 你特聪明 但是呢 你没有勇气 哦 我反思的确实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 懦弱 对吧 我也觉得是懦弱 对自己的不自信 怕承受一个失败的结果 对对对对 但其实后来一反思 你其实是 几乎所有的去的都比不去要好 嗯 就是你去做了这件事 是 都会反正多多少少 会有点收获 对 现在我就刻意训练自己 不要那样 就是先同意 然后到时候总能够完成它 确实还是有有这方面的原因 聊一聊吧你俩那节目 学没学啥舞台的那种表情啊 什么 看镜头 看镜头 哇什么的 就肯定就是那种跳 哈哈 这是什么 哈哈 那都跳完了才是 你干什么 跳完 哈哈 那是故意的吗 我是真传 对啊 我是真传 累死我了 有没有跳过过程中 要学的那种眼神呢 看镜头 总不一样 他们会让我 比如说用一种什么清冷啊 悲伤啊 怀念的表情 但这种特特虚的词你知道吗 你就告诉我怎么干就完了 那没有 就让你自己体会 你来个清冷的现在 清冷 龙龙打一样 他说考我 但是你也得 那你来个清冷 清冷就是丧丧的 就是活不下去 死不淡餐的那种感觉 就这样 你一边的看啥 虚焦 就清冷 看着看着就对眼了 你清冷呢 差不多嘛 这么憨态可惧 怎么清冷呢 可清冷了 光一打 可清冷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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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台上 我现在做态 又油腻又做作 那会融合到以后 自己的表演风格当中 应该不太会 嗯 应该不太会 唱男唱男的时候 哎 哎 这不会更爱跟观众互动了吗 哈哈 哈哈 记得一声跳一跳 哈哈 但我觉得对音乐人来说 真的是个很好的舞台 哦 对他舞美 灯光 非常棒 声光点打的都特别棒 毛老师可以啊 好好好 哈哈哈 你去吧 也许你成为唱跳 就更宽了 这好 好呀 一定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你一定不会去 是吧 你这么说 我会考虑 马上进行吧 马上进行吧 那就需要毛老师 把你的眼睛遮住 哦 什么 哈哈哈 来 不是 有那个 有那个 这个的那个 有丝巾